当地时间5月6号上午 国家主席习近平应邀在巴黎爱丽舍公 同法国总统马克龙 欧盟委员会主席冯德莱恩 举行中法欧领导人三方会晤 习近平指出 中国始终从战略高度和长远角度看待中欧关系 将欧洲作为中国特色大国外交的重要方向 和实现中国式现代化的重要伙伴 希望中法关系中欧关系相互促进共同发展 当今世界进入新的动荡变革期 中欧作为两支重要力量 应该坚持伙伴定位 坚持对话合作 深化战略沟通 增进战略互信 凝聚战略共识 开展战略协作 推动中欧关系稳定健康发展 为世界和平和发展不断做出新的贡献 习近平强调 中欧关系有着强大内生动力和广阔发展前景 不针对不依附也不受制于第三方 希望欧盟机构树立正确对华认知 制定积极对华政策 双方要尊重彼此核心利益和重大关切 维护中欧关系政治基础和国际关系 基本准则 双方要筹办好新一次中欧领导人会晤 以及战略经贸绿色数字高层对话 打造稳定互信的产业链供应链伙伴关系 用好中国对欧洲国家免签政策和外籍人员来华便利安排 鼓励民间和地方交往 教育和科研合作 改善中欧关系的民意基础和舆论氛围 习近平指出 中国新能源产业在开放竞争中练就了真本事 代表的是先进产能 不仅丰富了全球供给 缓解了全球通胀压力 也为全球应对气候变化和绿色转型 做出巨大贡献 不论是从比较优势 还是全球市场需求角度看 都不存在所谓中国产能过剩问题 中欧合作的本质是优势互补互利共赢 双方在绿色和数字转型中 有着广泛共同利益和巨大合作空间 双方应该通过对话协商 妥善处理经贸摩擦 照顾双方合理关切 马克龙表示 今年是法中建交60周年 法中合作取得许多重要成果 很高兴在习近平主席对法国进行第三次国事访问期间 举行法中欧领导人三方会晤 这既是以往几次法中欧领导人三方会晤的延续 也是应对各种国际挑战的紧迫需要 当前世界面临重大挑战 国际局势处于关键转折点 法国和欧盟比以往任何时候都更加需要同中国加强合作 这事关欧洲的未来 法方希望同中方加强对话合作 增进法中欧中之间的互信和友谊 欧方不认同脱钩 欢迎中国企业来欧投资合作 希望同中方加强合作 共同维护欧洲价值链供应链安全稳定 法方希望同中方紧密合作 应对气候变化 海洋多样性等全球性挑战 冯德莱恩表示 欧中关系良好 明年是欧盟同中国建交50周年 中国在全球事务中地位作用举足轻重 同中国保持良好关系 对欧盟至关重要 也将决定能否更好应对气候变化 乌克兰危机等全球性挑战 欧盟希望和中国相互尊重 求同存异 增进互信 避免误解 共同维护以国际法为基础的国际秩序 促进世界的和平安全与繁荣 欧方赞赏中方在绿色转型发展方面 做出的努力和取得的成就 认同中方在维护自身发展方面的 正当权力 希望同中方持续坦诚对话 加强合作 关于乌克兰危机 习近平指出 中方 法方和欧方都希望尽快停火指战 欧洲恢复和平 都支持乌克兰危机政治解决 我们要共同反对战事 外溢升级 共同为和谈创造条件 共同维护国际能源粮食安全 产业链供应链稳定 中方不是乌克兰危机的制造者 当事方 一直为劝和奔走 为促谈尽力 中方的客观公正立场和建设性作用 得到了国际社会广泛认同 中方愿继续同有关各方保持沟通 关于巴以冲突 习近平强调 当务之急是尽快实现全面停火指战 重中之重是确保人道主义救援 根本出路是落实两国方案 中方支持接受巴勒斯坦 成为联合国正式会员国 中欧在巴以问题上有很多重要共识 中方愿同欧方一道 支持尽快召开更大规模 更具权威 更有时效的国际和平会议 制定落实两国方案的具体时间表和路线图 推动巴勒斯坦问题 早日得到全面公正持久解决 三位领导人认为 此次三方会晤增进了彼此了解 凝聚了合作共识 明确了解决问题的思路 愿继续共同努力 促进中欧关系健康稳定发展 蔡奇 王毅参加会晤 当地时间5月6号下午 国家主席习近平夫人彭丽媛 在巴黎应邀同法国总统马克龙夫人布里吉特 共同参观奥赛博物馆 布里吉特在博物馆门口热情迎接彭丽媛 两国元首夫人布入博物馆 观看巴黎1874创造印象主义主题展和博物馆精品油画展 两人不时驻足认真欣赏著名画家莫奈范高雷诺阿等创作的印象派经典名作 交流彼此感受感想 彭丽媛表示 中法两国人民都十分热爱绘画艺术 希望双方开展更多交流 让两国民众更多感受彼此文化魅力 加深相互了解 希望两国艺术家们加强交流互建 相互启发 创作出更多精美的艺术作品 在博物馆大厅内 两国元首夫人同正在参观学习的法国学生亲切交流 同学们分享了自己学习中文的经历 并表达对中国文化的热爱 彭丽媛鼓励大家努力学好中文 有机会去中国交流学习 多走一走看一看 感受真实立体的中国 希望同学们成为中法友好小使者 在两国人民间搭建沟通桥梁 让中法友好一代代传承下去 奥塞博物馆是法国国立博物馆 1986年建成 是世界上印象派和后印象派藏品最丰富的博物馆 当地时间5月6号上午 国家主席习近平夫人 联合国教科文组织 促进女童和妇女教育特使彭丽媛 在巴黎应邀参访联合国教科文组织总部 彭丽媛抵达时 联合国教科文组织总干事阿祖来 在入口处热情迎接 阿祖来陪同彭丽媛共同参观 中国与联合国教科文组织合作十年成果展 高度评价中国为促进全球女童和妇女教育事业发展所作贡献 在会见阿祖来时 彭丽媛简要介绍了中国在促进女童和妇女教育事业方面的最新进展 特别是春蕾计划取得的成果 彭丽媛表示 我担任联合国教科文组织促进女童和妇女教育特使十年来 到访了许多国家的学校 高兴地看到越来越多女性通过接受教育改变了命运 过上了幸福生活 促进女童和妇女教育事业是一项伟大的事业 关系到社会进步和人类共同命运 中方愿同教科文组织共同努力 推动各方加大对全球女童和妇女教育的投入 帮助更多女性获得平等受教育的权利 共创美好未来 阿祖来高度评价彭丽媛担任特使以来所做工作和贡献 表示教科文组织愿同中国加强交流合作 促进全球女童和妇女教育事业取得新发展 阿祖来向彭丽媛颁发特使履职十周年荣誉证书 彭丽媛向教科文组织赠送了由春蕾计划受益者 共同创作的挂坛春蕾花开 阿祖来向彭丽媛